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ourself Let's kneel before our God And pray ourself To ask for God forgiveness 求神圣明我们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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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Dear Lord Jesus 亲爱的主耶稣 今天晚上我能够来到你面前 Tonight I can come before you 完全是靠着你的恩典 It all by your grace And your mercy And your mercy 和你的慈爱 Jesu Lord Jesus 这个时候我求你 敞开我的心 at this moment I pray that please open up my heart 领受你的爱 to receive your love 同时这个时候 我也向你求你的宝血 接近我 and I also ask for your precious blood to cleanse me to forgive me 赦免我的罪 因为我是罪人 because I'm a sinner 主 我知道我不配 Oh Lord I know I don't deserve all this 可是我靠着你的爱 but it's all by your love 我才能够来到这里 so that I can come home 帮助我绝书 Help me Jesus Let the power of your love be surrounded by you 让你的慈爱 囯绕着我 Aleluia Aleluia Lord I come to you Let my heart be changed Renew Floving from the grace that I found that I found in you And love I come to know The witnesses I see In me The flowing of the way And by the power of your love Hold me cl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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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Let your love surround me Throw me close ische Long my chance Draw me close Draw me close D FUCK Fire I be equal And I was swore with you Your spirit leads me on In the power of your love Lord, I come to you Lord, I come to you Less my heart be changed Renew, flowing from the grace That I found in you And Lord, I come to know The weaknesses I see In me will be stripped away By the power of your love Hold me close Let your love surround me We be near Draw me to your side And as I wait I rise from like the eagle And I will slowly do Your spirit leads me on In the power of your love I holdama I holdama I will love you I apa I will focus on my inner terms 无敌一左右 当我等候 闭入一转只在天空 我与你共飞舞 你胜利引领我 在你爱的能力头 拥抱我 拥抱我 让你爱宛容 拥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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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一左右 当我等候 一如你暂时在天空 我与你共飞舞 你胜利引领我 在你爱的能力头 我与你共飞舞 你胜利引领我 在你爱的能力头 我信上帝 全人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儿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真理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十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阿们 好不好 在我们一起来说 阿们好不好 一二三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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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的胞灵 恩 祝福把我们的胞灵 珍责 阿们 跟你旁边人说 今天我很高兴看到你 告诉有人跟随到你 告诉你 我真的很好 看到你 阿们 阿们 將我的螞蟻脫去 給我披上喜樂 你將我的愛哭變為跳舞 將我的螞蟻脫去 給我披上喜樂 詞曲 李宗盛 李宗雖然有哭泣 造成遍避幻悟 她的怒氣 不管是轉眼之間 她的恩典 那是一生持久 李宗雖然有哭泣 造成遍避幻悟 你將我的愛哭變為跳舞 將我的螞蟻脫去 給我披上喜樂 來耶和華的子民說 耶和華的生命啊 她的怒氣 不管是轉眼之間 她的恩典 那是一生持久 李宗雖然有哭泣 造成遍避幻悟 她的怒氣 不管是轉眼之間 她的恩典 那是一生持久 李宗雖然有哭泣 造成遍避幻悟 你將我的愛哭變為跳舞 將我的螞蟻脫去 給我披上喜樂 你將我的愛哭變為跳舞 將我的螞蟻脫去 給我披上喜樂 來再說 耶和華的生命啊 你們要歌頌她 承擔她的幾年的生命 品味 她的怒氣 不管是轉眼之間 她的恩典 那是一生持久 李宗雖然有哭泣 造成遍避幻悟 她的怒氣 不管轉眼之間 她的恩典 那是一生持久 李宗雖雖然有哭泣 造成遍避幻悟 來說 你將我的愛哭變為跳舞 將我的螞蟻脫去 給我披上喜樂 你將我的愛哭變為跳舞 你將我的螞蟻脫去 給我披上喜樂 再說 神一將 神一將 我的愛哭變為跳舞 你將我的螞蟻脫去 給我披上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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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敏 神將你的愛哭變為跳舞了 阿敏 再跟你旁邊說 我每天都需要耶穌 聽到你身邊的人說 每天我需要耶穌 這次有你的笑音 不是有你的褲子 不是有你的褲子 我剩下 我一把你開看 心悲 起来 我怀怒 你做我怀疑 我心碎 你来怀疑 我怀疑 我怠疑 我怀疑 我怀疑 来 大家说 祝我真需要你 我愿意保有你 还是保有你 我不知道会如何我怀疑 祝我真感谢你 我永远哄罗你 你为你救我 祝我全体 我记得我 过去的事情 不管事情 或是美食 主在我们身边 阿们 ascended 心里 我爱不你 你为你 爱不你 不你 我爱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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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不我 我爱不你 他爱不你 我爱不你 欢迎 心碎 有你来依旧 我站着 我站着 我愧 我站着 祝我真需要你 我愿意当无力 若是没有你 我不知道 怎样我落去 祝我真感谢你 我永远祝你 因为你求我 生日清晰 我记得我 过去的事情 来 我们一起比动作 来 有的人没睡 最后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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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求我 洗我牽起 放棄念我 過去的大事 因為你求我 洗我牽起 放棄念我 過去的大事 阿们 哈利路亚 你累了吗 还要继续赞美神 阿们 跟你朋友说 继续赞美神 阿们 我想请受你的祝福 祝福 marks 圣诞美神 ай cards 才看到你 na中国的教会 聖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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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kness Amen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valley Here I praise Rise to you From the heavens To the nations Here I see Beauty is 让我们一起唱哈利路亚 来跟我比东说好不好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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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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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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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 求平安 耶路撒冷 爱你的人 必然行忘 愿你沉重 平安 愿你共内 幸亡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愿平安 在你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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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平安 愿命啊 在祢中间 愿命啊 在祢中间 平月和我 我们圣天的缘故 我要为祢求福 平月和我 我们圣天的缘故 我要为祢求福 我们要为耶路撒冷 求平安 耶路撒冷 那爱祢的人 必然幸亡 耶路撒冷 那爱祢的人 必然幸亡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愿平安 在我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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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平安在我中间 愿平安在我中间 音乐和我们圣殿的缘故 我要为祢求福 音乐和我们圣殿的缘故 我要为祢求福 音乐和我们圣殿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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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人的赦免 悔改的眼泪 失恨但珍贵 耶稣的宝血 接近一切 不再受捆绑 被耶稣释放 仿佛听到 天使在唱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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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神高揚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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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一切 不再受捆绑 被耶稣释放 仿佛提到 天使在唱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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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神高雅 不再受捆绑 被耶稣释放 万福提到 天使在唱 不再受捆绑 不再受捆绑 被耶稣释放 万福提到 天使在唱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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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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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是高养 不再受困绑 被耶稣释放 仿佛听到 天使在场 不再受困绑 被耶稣释放 仿佛听到 天使在场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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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Hallelujah Hallelujah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s like never before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s 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s 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This song's concert It's a new day dawning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Bless the Lord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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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拜祂的生命 常如未曾传过 我心的 请拜祢的生命 再一次说我要赤受天的我的名 当赤受耶和华 我的心啊 请拜祂的生命 常如未曾传过 我心的 请拜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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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拜祢 我请拜祢 请拜祢的生命 我请拜祢 我请拜祢 请拜祢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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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请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祝耶和华我的神 祢祢 赐给我一个真敬拜者的心 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 当我每一次敬拜祢 当我每一次敬拜祢的时候 我不是麻木地在开口 当我向你歌唱的时候 就仿佛是我第一次向你歌唱一样 就是想要唱给祢 从心里面敬拜祢 求祢恩高我的生命 求祢与我同在 奉耶稣基督圣明我这样祷告 Amen Amen 再把一些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感谢主 好 我们再以热热掌声来 鼓励我们前面的小孩 让上帝的灵也与我们同在 Let's encourage our children here and may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us 那他们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下一代 They are our future generations 所以让上帝大大的保守他们每一个人 so we pray for God's protection to be upon them 而且叫这世界的一切的安藏物会 世俗邪恶都不可以靠近他们 and let all the negative things and all the bad things from this world cannot affect them 而且让他们在未来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卓越 非常的出色 and they can excel in their life in future 他们是圣灵大大浇灌的一群 and they are greatly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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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再用用力的掌声来鼓励他们 小孩也需要人的鼓励 Let's encourage our children again 所以呢 我觉得人都需要被人鼓励 Okay so in my opinion All of us need to be encouraged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I have heard a story before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There was a rich man 那她非常的喜欢吃那个鹅 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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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no ghost Oh, ghost I'm so sorry Oh, ghost So he loves to eat goose so he loves to eat goose so he loves to eat that goose 然后每一次呢,他有一个御用的厨师。 然后每次他发觉到,当这个鹅肉被端出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发觉到,这个鹅呢,每一次他怎么只有一条腿呢。 后来呢,这个主人就很生气。 他就问他说,为什么只有一条腿? 后来呢,这个厨师就这样的回答。 他说,鹅本来就是一条腿啊。 你不相信的话,我带你去看。 后来呢,他就带这个他的主人呢,去到那个养鹅的地方。 然后呢,他呢,看到这些鹅呢,他们都在睡觉,有些在休息。 然后呢,他看到了,当他们在睡觉,在休息的时候呢,他是用一条腿站着的。 so they are standing on just one, um, okay, I'm hoping that I'm using the right term. okay, so they are standing on just one, um, um, feet, okay. Leap? Feet? Are you sure? okay, I'm so sorry. 哦,然后呢,后来呢,这个主人看到。 然后呢,这个厨师就跟他说, 啊,你看,你看,你看,我没有骗你,鹅只有一条腿而已了。 so he said, um, okay, so I'm not telling lies, I'm telling the truth, the goose only have one thigh. 后来呢,那个主人,他看到了这个情形。 so the rich man noticed this situation, 后来呢,这个主人就很容易地拍张。 and he clap loudly. 好,弄这些鹅醒过来。 so to make the goose wake up. 然后呢,当鵝一醒过来的时候。 so after the goose wake up, 突然间呢,他的另外一条腿就突然间伸出来了。 and suddenly another thai appeared. 然后呢,这个主人就很生气地跟这个厨师说, 啊,你骗我,明明有两条腿的。 okay, so the owner was really, really angry, and he told the cook, you have cheated me. 后来呢,这个厨师怎样回答他呢? so do you know what was the cook replies? 他说,每次你吃的时候,你没有拍手呀。 but because, uh, it's because you're doing it, you don't clap your hand when you eat every time. 所以呢,你没有拍他,就是一条腿咯。 so there's only one thai. 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so what does this story tell us? 这个是我听到别人讲的一个故事。 okay, I heard this story from someone.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so this story tells us, 当我们给别人掌声的时候, when we give people encouragement, 当我们鼓励人的时候, when we encourage them, 那么那个人呢,他会做得更好。 that person can do better. 因为呢,两条腿站着好过一条腿,对不对? because two feet or standing is better than one. 所以呢,当你拍一掌的时候呢, 他的另外一条腿也会出来的。 okay, so when you clap, so they can stand on both feet. 所以呢,鼓励人是很重要的。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ncourage people. 你身边那个人也需要你的鼓励。 and the person next to you needs your encouragement. 当然不是说在你拍拍拍, 他突然间第三条腿跑出来了, 那个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尾巴跑出来。 okay,那考不好, 我们就给我们身边那个人, 给他一个句来掌声, 来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okay, let's give the person next to you encouragement. 你跟他讲说, 在神的眼中你是最棒的, 跟他说。 and tell that person that you are the best in God's sight. 哦,发音要准哦, 最棒, 你不要说在神的眼中你是最胖的, 好,我们来说今天晚上的奉献。 Let's collect the offering. 199DK。 人生仿佛在茫茫大海航行, 在无数个未知数之间传心, 有时候看似清空万里, 宽风中雨居然来袭, 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 尽到海浪去洒湿陷气, 任凭风陷俱浪, 我都处置怀然, 一地的包含是我的避风港。 让我适合拥有安定的地方, 写下所有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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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重担。 人生仿佛在茫茫大海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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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看似清空万里, 宽风中雨居然来袭, 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 尽到海浪去洒湿陷气, 任凭风陷俱浪, 我都处置怀然, 一地的包含是我的避风港。 让我适合拥有安定的地方, 宽下所有剩下所有剩下的重担。 任太阳在东南, 我仍想看前方, 一地的包含是我的避风港。 让我适合拥有七夕的地方, 宽下所有疲乏和重担。 任凭风陷俱浪, 我都处置怀然, 我都处置怀然, 给你的包含是我的避风港。 让我适合拥有安定的地方, 让我适合拥有七夕的地方。 让我适合拥有七夕的地方, 让我适合拥有七夕的地方。 写下所有疲乏和重拥。 让我适合拥有七夕的地方。 让我适合拥有七夕的地方。 来赐福你的百姓。 当今天你的百姓奉献的时候, 让他们凭着信心也甘心乐意的奉献。 也因着相信你的话语。 让你的祝福百倍的倾倒在他们的身上。 让你的恩宠归到他们。 让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 尽都亨通顺利。 让一切属于他们, 在他们名下的。 都蒙你的看顾与保守。 奉耶稣基督圣名将祷告。 Amen! 把一些荣耀的归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的祝福祝福。 好,感谢主。 再次跟您隔壁的人说, 你是最优秀的跟他说。 然后再跟同样的人说, 在耶稣里面我们是一家的人。 因为我们每次来到教会, 我们都是称某某弟兄和姐妹。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耶稣里面 我们是一家的人 然后呢也在跟同样的人说 你跟他讲说在耶稣里面 我们一家都是人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人 所以人都是有带着问题的 对不对 而且呢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跟你跟隔壁那个人说 我不完美的 然后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讲 你就回答说看得出 看得出 所以呢就因为我们不完美 所以呢我们都有人的问题 但是呢因着耶稣的爱呢 我们能够用这个爱来彼此的包容 再跟你隔壁的人说 我爱你 她说不要跟别人的老公跟别人的老婆说 不要跟别人的女朋友跟别人的男朋友 好我们特别来欢迎几位的朋友 当我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请你不要客气的从你的位置站起来 我们要特别的来欢迎你 好第一位呢我们要来欢迎Lora Rainbow的朋友 从马六甲来的朋友请问你在什么地方 在中间掌声来欢迎她好不好 感觉上大家的掌声好像 好 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欢迎也是Rainbow的朋友 也是从马六甲来的Angeline Ong Angeline Ong 在中间掌声来欢迎她 这两位都是外地来到我们这里的 好我手上只有两个名字 还有今天晚上有第一次来的吗 你有带新朋友来的 没有欢迎到她的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 Are there any more new friends You can raise out your hand 有吗你举个手 我们可以特别欢迎你 就是你可能是你自己来的 或者是你朋友带你来的 家人带你来的 或者是你迷路了 不小心走进来的也可以 有吗 Any more new friends 没有了 OK跟你隔壁的人说 下个礼拜一定要带朋友来跟她说 So tell the person next to you You must bring your friends next week 好 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的周讯 Let's watch the bulletin Shalom 欢迎大家收看这星期的蒙福周讯 Welcome to this week's blessed bulletin 弟兄姐妹们请注意 这来临星期二 我们依然有复兴祷告会 时间是晚上7点30分 地点在蒙福圣殿 请记得近时祷告哦 As usual will be having Tuesday prayer meeting At 7.30pm at the Blessed Chapel So don't forget to fast and pray on Tuesday 参加洗礼班的弟兄姐妹们请注意 在阿们号 请注意这来临的星期二 11月14日你们将上圣灵充满课程 所以请洗礼班的弟兄姐妹们 近时预备圣灵充满 也请组长领袖招待员当晚前来帮忙 你们的洗礼日期将落在于 11月18日星期六 伴晚6点30分 请注意 明天要注意 明天要注意 14日星期六 明天要注意 明天要注意 祂的感觉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来临的星期六 下午两点至三点在阿们祢堂 你们有加入教会的补课 以及下午两点至四点在婚姻美满 中午两点至四点在婚姻美满 你们有顺灵充满的补课 for those who miss any of the classes please take note of the following replacement class schedule for this coming Saturday 哈根的安哥安提 积累拜三 我安提比达的林郷花的处 北北来 探生见 大家同学 历旗白参 我三十五 来的民体胸盖部 而我记得带新朋友来哦 家庭小组 这来年的星期五 你们将在各小组讨论 或准备12月2日圣诞游行 你们小组所要做的 要引起民族的兴趣和传达圣诞的信息 若你们在小组有特别主题和装扮概念 穿着可以配合你们的主题 要不然就穿教会规定的T恤或颜色 House Groups This Friday, each group shall discuss or prepare what your group is going to do for the Christmas Parade on December 2nd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and spread the Christmas message If your group has a special theme or particular costume idea you may dress accordingly Otherwise, we will all wear the T恤 or color decided by the church 青年团契这来临的新一丝 同样的你们也是在各小组讨论或准备 12月2日圣诞游行你们小组所要做的 要引起民众的兴趣与传达圣诞信息 若你们小组有特别主题和装扮概念 穿着可以配合你们的主题 要不然就穿着教会规定的T恤或颜色 Young Adults Fellowship This Thursday, you will also discuss or prepare what your group will do for the Christmas Parade on December 2nd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and spread the Christmas message If your group has a special theme or particular costume idea you may dress accordingly Otherwise, we will all wear the T恤 or color decided by the church 少年团契这来临的星期五晚上7月30分 我们将在蒙福圣殿聚会 你们的节目是 吃出真感情 You Fellowship, you'll be gathering this Friday at 7.30pm at the Blaster Chapel The program is Real Food, Real Love 弟兄姐妹们 教会将在12月22日星期五 举办圣诞节布道会 欢迎大家以金钱或礼物 奉献给当晚之蒙福抽奖 以及有感动奉献给感恩烈的弟兄姐妹们 可联络教会同工 以物品或金钱奉献皆可 谢谢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shall have an evangelistic concert for Christmas on December the 22nd, Friday Donation in cash and kind are welcome for the blessed prize draw that night Those who have the burden to donate for the Thanksgiving night may contact church staff Donation can be in cash or kind Thank you 爸爸妈妈们请注意 这星期的儿童金居如下 有班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150篇第六节 终极高班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150篇第六节 Parents, please take note of this week's Children Bible Verse For Junior Class Let everything that has breath Praise the Lord Sam 150 Verse 6 Senior Class Let everything that has breath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Sam 150 Verse 6 弟兄姐妹们 上个星期有灰盛小组 为您预备的食物 是不是让你大饱口福呢 是不是脑刺啊 今天5比2鱼菜单 将有Battling Pound小组 为您预备 诶,我听说下星期是有Stamping小组 为我们预备食物哦 I wonder what Stamping House Group has prepared for us next week 这是早上菜单 这是中午菜单 哇,是不是已经让你垂涎三尺了呢 请记得只供应早餐与午餐而已哦 好消息 教会将给上次错过与需要补课的人 上蒙福家人课程 将于12月4日至8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进行 每晚7点30分开课 地点在蒙福圣殿 Good news for those who miss the course or need to come for replacement classes The Blessed Family Course will be held from Monday to Friday December 4th to 8th each night at 7.30pm at the Blessed Chapel 教会与吴玉儿姐妹 同哀到其家婆 也就是蔡翠姐姐妹 蔡明洪弟兄 蔡明荣弟兄 蔡明前弟兄的婆婆的过世 求神亲自安慰与保守 吴玉儿姐妹 与家人愿向弟兄姐妹们 说声谢谢 多谢弟兄姐妹 在她家婆丧礼期间的祷告 慰问及关怀 谢谢大家收看 这星期的魔府周旬 我们下星期再见 See you next week Bye 好 感谢主 我们有一些些的 这个补充的报告 就是我们有一个 除了刚才所报告的一个哀悼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哀悼 那就是教会也与 陈丽基弟兄一起哀悼 她妈妈的过世 她也是陈宝玉姐妹的婆婆 那宝玉可能大家不认识她是谁 那她是少团的其中一个助手 那她们的出兵仪式呢 将会在这个星期二 就是后天14号 and the funeral service will be held on Tuesday 在早上呢 在马当两礼半 and the venue is in 马当 所以呢如果你是同个小组的 都一起的出席 一起的给予慰问 一起的给予这个支持 这边呢她们是因为她们家里的 大部分的都不是姓主的 and many of the family members are not Christian yet 所以呢如果我们是同个小组的 我们就一起的出席 来给予这个支持 跟她们站在一起来支持她们 so if you are from the same cell group please attend to encourage them 好 刚才我们的那个LED 他们在这个报告周讯的时候 他们漏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 and just now our bulletin has missed a very important announcement 就是呢我们今天呢 就已经是营会 少团营会的戒指了 actually today is the due date for registration for the youth camp this year 所以呢今天过后呢 那就是说明天 之前今天过后 我们就不再收任何的报名了 meaning after today we do not accept any more registration 那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呢 或者是你的孩子还没有报名呢 请赶快帮他们报名 如果你还在做最后一分钟的挣扎 so if you have not yet registered or your children have not yet registered please do so quickly 因为呢 营会 每一年的营会我都看到 上帝有很奇妙的工作 在我们的当中 because I can see that each year in our youth camp in our youth camp we can see that God move mightyly in all the youth camp 而且呢很多年轻人呢 他们起初对神也不是太认真 可能生命也有一些些问题 可是呢有好一些 就是因为营会过后 他们的生命改变 而且他们今天是少团的主长 有一些是在其他的部门服侍的 many young people who were not serious with God before they encountered God in the youth camp and they are now serving as leaders in youth 而且如果我没有 我在我的记忆中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的生命也是在以前的营会 不是我们教会的 是我在家乡的教会的营会当中 我真的在营会中经历神 我的生命也改变了 and if I do not remember wrongly in my memories I encountered God for the first time back in my hometown church camp as well 所以呢营会非常的重要 so the camp is very important 我们为什么会每一年都办营会呢 why do we organize it every year 不是因为我们这群人吃饱太闲 空空没有东西做就搞一个营会 it's not because we have nothing better to do 其实半营会真的是非常的压力的 and in fact it is very stressful to organize a camp 因为呢几百个人这样子的去参加呢 那个压力跟重担都一直在我们的肩膀上 because more than a hundred of them joined the camp together so we feel the burden and we have the stress 因为呢我们要照顾别人家的孩子 可是呢我们不介意这个重担 but we do not mind to have this burden 而且呢我们常常都要一直在开会 and we will always have meetings 甚至呢我自己去到每一年我都有这个习惯 and every year I have this habit 不管那个营地我们有没有用过 no matter whether we have used the camp campsite before 就连是去年刚刚用过的 even if we have used it before just a year ago 我还是会亲自再去看一次 but I will always go and investigate and examine it myself every year 包括这个西部的祷告山 在前几个礼拜 我星期六开车去看 星期一回来是非常非常的累 including this prayer mountain in Sibu although I have been there before but I spend time to go there and pay a visit 然后呢我为什么要花假的时间 不是因为我做童工太心空没有东西做 it is not because I have nothing better to do than I go there and investigate 因为我要去我要确定房间 他们的厕所 冲凉房 他们的cantin 我们聚会的地方 我们玩游戏的地方 每一个都是在最好的状态之下 because I want to ensure that the campsite is at its best condition 而且每一年呢我们的营会呢 我们有医生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护士有的时候有医疑师 我们都有这些专业的人士 在场来照顾这些年轻人 and every year we will have medical professionals together with us in the camps to take care of the young people 而且呢我们越靠近营会 我们就会开会的越频密 我们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讨论的很清楚的 and every time when the camp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we will have even more frequent meetings together 就是因为我们要把最好的给这些年轻人 just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the best for the young people 所以呢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本分 so we have tried our very best 所以呢接下来呢是爸爸妈妈 你们要尽你们的本分 so subsequently it is the parent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do something 因为我听说爸爸妈妈 怎样都不给他孩子去营会 because I have heard that some parents just you just do not allow your children to go for the camp 因为他们说 啊很远啊 啊要离开我身边几天 我跟你讲有一天他们长大了 他们也是会离开你的 so some of the parents think that the camp site is too far away but I tell you the truth when your children grow up they are going to leave you as well 他们也是会出去读书的 they will have to go overseas or go to other places to study 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 and I definitely believe one thing 就是如果有神的统在 有神的保护 去到什么地方 不是太大的问题 if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the protection of God is with them so there will be no issue 但是如果神没有保护 神没有统在 你就算你在家里 也是会危险的 so if they go or even if they are at home but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the protection of God there will still be danger 而且再加上年轻人呢 一年365天 他们一大堆外面世界的东西 一大堆外面的朋友 做的东西 你根本你都不知道的 and in addition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your children are doing they are exposed to all kinds of worldly things and also all kinds of earthly aspects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是在 资讯泛滥的时代 and we are in this era in this technological era 所以呢 很多爸爸妈妈 你已经不知道 你的孩子在做什么 对不对 so many parents you are unaware of what your children are doing 其实有的时候 父母亲以为 你知道你孩子在做什么 其实真正你不知道 some of the parents may think that they know what their children are doing but actually you are not 所以呢 就在这个五天里面 他们难得有 这个五天 他们能够 好好的在神同在的气氛下 好好的来亲近神 这个是极为宝贵的事情 so this is something very precious for them to spend just five days drawing near to God and spend time with God 所以呢 我希望那些还在挣扎 还在进食祷告 不知道有没有人 为了这件事情 爸爸妈妈进食祷告 要不要给孩子去 所以呢 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 okay so for some of you who are still in doubt and some of you are still struggling and don't know whether still undecided so just let your children go 其实我们的人 是已经很多 差不多靠近四百个 actually we have nearly 400 of them this year 好其实呢 如果说人数呢 我们已经是很多人去了 so we have many of them going this time 可是呢 我希望 我的每一个属灵孩子 他们都能够去 but I'm still hoping that each and every spiritual child of mine can go this time 而且我觉得呢 这是非常宝贵的五天 and I believe this is very precious and very important 那如果你真的是 在经济上有问题的 so if you really have some financial problem 先请你来找我们 谈一下 please come and look for us 每一年我们 都会想办法 来支助那些 家庭有困难的人 we will try our very best to support those who have financial problem 也包括今年 我们已经帮助几十个 不是十几个 超过二十个 我觉得我们都帮助 他们能够去赢会 we have been supporting the young people who have financial problem each year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 经济上有问题 先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so if you really have some financial issue in your family so please give yourself a chance 我们也不会轻看你的 we will not look down on you 因为呢你经济状况 我们也会知道 because we understand if you have financial problem ok 所以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错过了今年这个机会呢 你又要再等多一年了 do not miss this chance because if you miss it you are going to wait for another year 好那刚才呢 我们有看到少团呢 在这个来临的星期五呢 17号呢 我们将有这个 吃出真感情 so next we have also a fellowship meeting this friday for the youth 那吃出真感情呢 当天晚上呢 我们将会有一次的聚餐 and the program that night is real food real love so we will have a meal fellowship 这个的聚餐呢 跟平常的是不一样的 so this time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one 平常我们都是在 各小组有聚餐 so usually we will have this meal fellowship in their respective cell group 但是呢 这个星期五呢 是每一个人来到教会聚餐 所以呢是一个大聚餐来的 so but for this time it is different each and everyone of them have to come to church and we will have a big feast together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带一样的食物 so each and everyone of them will bring a dish 所以呢我们就带自己的食物 来到教会呢我们大家彼此的分享 and we will share the food together so that当天晚上呢 我们的聚会会比较迟 半个小时结束 so we are going to end the meeting later and it's half an hour later so that平常我们大概是 10点10点多一点点 这个拜五呢是在10点半 we will usually end our meeting at around 10 something but this time we will end it at 10.30 p.m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是整个晚上 在这边吃吃喝喝 我们之前还有一些节目 because we are not just having a meal fellowship but we will have some other programs as well 然后那过后呢 让他们有一段的时间呢 能够跟自己的小组 跟整个少团呢 他们有一边吃 一边聊天 一边的彼此认识的机会 so we will have some other activities that night and after that they are going to have the meal together 所以呢爸爸妈妈 不要在10点来载你的孩子 孩子才吃了两口 就硬硬把他拉回家 这样子 so parents do take note there don't come and face your children at 10 p.m let them have some time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their members 因为呢他们等到整个晚上 他们肚子也饿了 先让他们吃饱了 然后呢10点半 然后才来载他们回家 let them have their meals and also you just have to come at 10.30 to face them ok 跟你隔壁的人讲说 10点半 跟他说 so tell the person next to you it's 10.30 remember it 然后呢再跟他讲多一次 10点半 10.30 然后呢你跟他讲重要的话 要讲三次 再跟他讲说10点半 so we have to mention three times for something important it's 10.30 remember it ok 好 就是这一些的报告 so these are the announcements 好 我们来用一首歌 来预备我们的心 let's prepare our heart with a song 有许多事情 我无法接受和领域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 为什么人生会有悲剧 有一件事情 我深藏在我的心底 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 神不会痴迟不离 上帝了解我 上帝在乎我 我一生所面对的 各式各样困惑 却不丢弃我 绝不会让我 独自一人去伸手 一生地了解我 有很多事 Satu perkara yang ku simpan dalam hati Tiada satu pun kan berjadi Tanpa Tuhan berdiri Tuhan menerti, Tuhan berduni Segala persoalan yang kita hadapi Tak akan pernah dibiarkannya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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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 TAKAMPANA DIBIAR KANYA BUBUKU MOK SENDERY SAK TUHAN MEN ERTI 是的,主耶稣基督 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情形之下 你永远是最了解我们的神 你从来不会让我们单独一个人中 你无时无刻地都在我们的身边 今天晚上 让你的爱再次地临到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再次地被你的话鼓励起来 主要特别是那些已经灰心 失望、沮丧 主要特别是那些已经灰心 失望、沮丧 今天晚上你再次地跟我们说话 求主耶稣你恩高我们以下的时间 打开我们树林的耳朵和心窍 叫我们会明白你的话 我们听进去的我们也相信 我们也活出来 求主耶稣你来恩高一下的时间 叫一切的烧扰都完全退去离开 圣灵来充满每一个人 奉耶稣基督圣明我们这样祷告 大家都说 再次把掌声把荣耀都给给我们的神 好感谢主今天晚上 我感谢神呢又有这个荣幸呢 能够再次地跟大家分享 因为呢我们的树林爸爸出门了 所以呢他在新加坡呢有几场的步道会 这几个礼拜呢我们都一直在听有关于复兴的道 那我相信今天晚上当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 大家一点都不会陌生 因为呢在复兴的道里面呢 其中有用到的其中的一段的经文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再读的 但是呢我相信呢上帝的话是多方面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角度来看神的话 而且呢同样的话可以跟不同需要的人说话 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牧师不久前才讲有关于伊利亚的道 大家还记得吗 谁还记得牧师之前有讲过这篇道的举手 忘记的放下 因为我要确认你还有没有在 所以呢这篇道当牧师在讲的时候 基本上我对伊利亚的记载 对伊利亚的故事我相当的熟悉 可是呢当他讲到有一件东西 讲到有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突然间被那个东西吸引了 那牧师讲到有一棵树的名字 那牧师讲到有一棵树的名字 所以牧师讲到一棵树的名字 OK 考一考大家 请问伊利亚坐在什么树下 圣经有讲到的哦 什么树啊 琉莲树 椰子树 我听到了有答案的 罗腾树下 那在罗腾树下 伊利亚在那棵树下做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他在那棵树下做什么呢 自杀 睡觉 可见你是很累了 你很想睡了 我能够了解 除了睡觉以外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 就发生在那棵罗腾树下 大家记得吗 他不是在睡觉而已哦 睡觉也不是最重要的 哈 哈 祷告 他哪里有祷告 可能有一点祷告 可能因为他跟上帝说话就是祷告嘛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他在那棵罗腾树下 他求死啊 他想死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听到罗腾树下 伊利亚在那棵树下 他向神求死 求神把他的生命拿走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来看 《猎王记》上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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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第1一直念到18节 《猎王记》上第18章 《猎王记》上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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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好了 就是我们是一起念 like what I have mentioned just now we read together ok 一起念哦 so we have to read together 因为每次当我们说 一起念的时候 很多人读到一半 已经迷失在旷野里面 ok 所以最后呢 只有剩下我一个人在念 and I am the only one left here to read it 好 因为这个经文呢 比较长呢 也不是很长 所以当我们在读着华语的时候 那些读英文的 你也可以同时间一起来念 so as the passage is a bit long so when we are reading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for those who are reading English Bible you can read along as well 好 十九章第一节 找到了吗 so verse 1 好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 1 2 3 请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 都告诉耶喜别 耶喜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的降伐于我 以利亚借着光景救起来逃命 到了犹大的别世巴 将仆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说 耶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主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拍他说 起来吃吧 他观看 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 耶稣罢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 仗着这饮食的力 走了四十昼夜 到了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住在洞中 好我们暂停 大家还在吗 还是你们还在罗藤树下 你已经到了洞中了吗 跟着以利亚到洞中了 对不对很好 好我们继续 好接下来这边讲到说什么呢 耶稣罢的话领导他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那时 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裂缝大作 奔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 我们继续 有声音向他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 从跨越往大马士格去 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 又高您士的孙子耶和做以色列王 并高亚伯米和拉人 杀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 接迅你 将来逃避哈薛吃刀的 必被耶和所杀 躲避耶和吃刀的 必被以利亚所杀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阿们 所以大家都读了吗 所以我不会花太长的时间 一节一节的去解释 因为如果你刚才有 专心念的话 再加上不久前 我们也读过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大家应该是相当明白 整件事情的发生 这边19章讲到什么呢 这边讲到说 这个以利亚呢 他的生命 他的灵命 已经落到很低谷的一个光景 很低潮的一个光景 那在18章 就是在这19章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18章才刚刚讲到 以利亚是如何杀死 这些巴黎的先知 而且他也向神祷告天上降下雨来 因为雨来 那已经三年半没有下雨了 可是当这个以利亚祷告的时候 雨就降下来了 你看18章 你看以利亚很光彩 很光荣的 轰轰烈烈的为上帝成就大事 可是只是到了下一章 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已经崩溃了 而且他已经是非常的沮丧 而且到了一个地步 他就想要死 他求神说 神啊把我的命给拿走吧 所以只是一章之差而已 而且当他想求死的时候 他刚才为神成就大事 所以那两章呢 形容的这个以利亚 他的心情呢 真的是有天渊之别 我绝对相信 当以利亚在18章的时候 他的心情一定是很亢奋的 我相信他的心情肯定是很高 因为呢 哇上帝接着他行了神迹奇事 可是呢到了19章 他的心情已经跌到底骨了 而且呢他不想要再走神的路 他只是想要逃 他感觉到无比的惧怕 他非常的沮丧 甚至呢他不想活了 所以呢从这两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以利亚他有恩膏 以利亚有神的同在 以利亚绝对是为神做大事的人 以利亚绝对是为神做大事的人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以利亚再厉害 他能够再做再大的事情 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知道 就是呢以利亚还是一样是一个人来的 他不是神 他也有人的软弱 他也有人的心情 他也会惧怕沮丧失望的 以利亚只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我要说什么呢 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领袖 我们教会有牧师 我们有总区长 我们有团长 我们有区长 我们有主长 我们有副主长 我们有助手 教会有很多的侍奉者 我们有很多的侍奉者 这些都是神所用的人 他们都被神恩高 他们很多都是做大事的人 带领教会 带领小组 带领团 是相当不错的 相当了不起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他们再厉害都好 他们再能够做大事都好 他们跟以利亚是一样的 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人而已 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 他们不是神 他们有人的反应 他们有人的情绪 他们也有非常低潮的时候 所以我们身为教会的 特别是成为他们的主员的 成为他们以下被带领的 不要当你领袖 最近感觉到好像疲惫的时候 不要看到好像最近你的主长 好像比较没有心情的时候 或者是你看到你最近好像你的 你的主长看起来很累的时候 你不要就开始论断 哎哟我的主长好像最近几波辣 哎哟我的主长好像最近好像讲话 总是卡住卡住这样子 哎哟好像那个带领的好像最近没有什么恩膏 他们也有人的情绪的 他们也会难过的 他们也会难过的 所以他们会觉得 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说在耶稣里面我们一家都是人 我们不过只是一般上的人 我们有情绪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不是我们在若井下石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觉得主长永远不会跌倒的 主长是不可以沮丧的 领袖是不可以心情跌到底骨的 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这样讲的 圣经没有怎么说 圣经里面很多记载的伟人 上帝不只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记载他所成就的事 就连当他心情低谷 当他还是非常人的时候 圣经也记载下来 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过只是一个人 跟你隔壁那个说 你的领袖也是一个人 在跟你隔壁那个说 你的领袖不是神 然后再跟同样的人讲说 你的牧师是一个人 你跟他讲说 你的牧师不是神 所以我们看到 以利亚他为神轰轰烈烈 做了这么多事情 可是他也有他惧怕的时候 所以呢 就是这个原因呢 他最后呢 到了罗腾树下 他向神求死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罗腾树下 罗腾树下 其实听起来 这个树的名字听起来还蛮漂亮的 罗腾树 所以这个树的名字 在中国的名字 可是英文的好像不好听 Bloom好像是那个扫把 好像是扫把树 扫把星 可是呢 华语就翻得很美 罗腾树 所以 中国的名字很漂亮 可是呢 罗腾树呢 却是一个先知想要寻死的地方 一个先知不想要再侍奉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这个以利亚呢 那么轰轰烈的先知 为什么他会落到这个地步 他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 就是因为耶稣别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 就是因为耶稣别的一句话 所以今天我们在走上帝的路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好多年来教会 已经是超过一年以上的 当我们在走上帝的路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的感觉 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力气再走下去了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想要再走下去了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想要再走下去了 或者是你觉得没有意识再走下去了 可能你觉得你非常的灰心 各种各样的原因 导致你有这样的心情 可能是因为你的家庭 可能是因为你的事业出现问题 可能是你面对一些经济的压力 导致你觉得你没有力气再走下去 而这个以利亚呢 不是家庭问题 这个以利亚不是经济出现问题 它是因为耶稣别的一句话 你不要觉得 哎哟 这什么男人啊 女人讲一句话 你怕到这样 哎哟 这以利亚可能是娘娘枪 你不要忘记耶稣别是一个皇后来的 而且她是圣经里面出了名的很邪恶的一个皇后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些的功课 我在这边想耶稣别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她会这么坏 为什么她这么邪恶呢 连上帝的先知她都敢杀 后来呢 我查了之后 她其中一个名字的意思是这个 就是呢 我要嫁给巴黎 所以呢 这个名字真的挺恐怖的 就是大家想要跟这些假神偶像 她要嫁给那个当时的那个他们所拜的那个神 所以呢 这是耶稣别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以利亚她感觉到沮丧 就是因为耶稣别说了一句话 明天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没有杀死以利亚 愿她所拜的神呢 重重地惩罚她 你不要觉得以利亚特别软弱 我在嫁为二十几年 我也看到今天有很多人跌倒了 就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今天有很多人不侍奉神了 就是因为别人讲了那些话 所以呢 我们也一样的 你知道 话语是非常的有能力的 所以呢 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当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 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话 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话 我们都知道 上帝不是用手来做东西 上帝是用他的话 他讲什么 什么都成就 他说要有什么 什么都突然间发生出来了 后来呢 上帝说 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来造人 所以呢 上帝就按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 所以 上帝就按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 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喜欢讲这句话 其实我们长得跟上帝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上帝的形象 当上帝说他用他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 这意思是说我们也承接了上帝的DNA 所以当我们承接了上帝的DNA 所以当我们承接了上帝的DNA 这意思是说我们所讲的话也是带着能力的 所以当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老板 或者是你是一个组长 或者是你身为父母亲的 那你今天再跟你以下的人 或者是跟你的孩子 你跟他讲什么话 我们怎么样地对我们的孩子说话 我们常常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 或者是我们用什么来骂我们的孩子 会成就的 因为圣经说我们的话是有能力的 因为圣经说我们的话是有能力的 我们的话会影响一个人的 所以饭可以乱吃 顶多只是食物中毒进医院掉水 可是话不可以乱讲 因为你讲的话会影响一个人 跟你隔壁的人说你讲的话会影响我的 快点快点快点 真的你讲的话 特别是你身为父母亲 你身为善事的 你怎样对你下面的人说话 会影响那个人的 我小的时候 我对我的自我形象很差 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丑的人 你们看不出 你们看我每天在台上穿的美美 这样子讲话又大大声 哪里有什么自我形象车大炮 可是当我小的时候 我真的对我的自我形象很差 我为什么对我的自我形象很差呢 因为我爸爸妈妈对我讲的话 因为我的亲戚 我的阿姨他们对我讲的话 导致我觉得我就是这种人 真的小的时候啊你知道 现在可能看不出 因为我人长得比较 现在比较高大威猛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一直到我中学 我二十多岁 我还是很瘦很瘦很瘦的 甚至我二十多岁 这个是伊金不能够明白的 OK伊金不能够明白的 你在我以前很瘦的 不像现在 然后呢我人瘦瘦还不要紧 可是呢我的屁股特别大 你知道吗 不要讲屁股了很不很不文雅 臀部 特别的丰满 对齁 对对对没有错 I'm hoping that I'm using the right term sorry 因为呢我人很瘦 所以呢我的臀部就特别明显 你知道我的阿姨每次看到我 他们就想说 哎呦你真的很像谈老鸭 然后的妈妈讲什么呢 我妈妈就说 哎呦给你养你啊 这是浪费啊 给你吃的补啊 全部跑到你的屁股那边去 所以我每次去学校我很自卑的 因为我的同学也是讲我的屁股超大的 你看人就是对我的屁股有一些硬件 你们不要一直看好不好 我会不好意思的 所以呢我小学当我在坐在班上 我尽量隐藏我的臀部 因为我真的很讨厌我这两粒臀部 因为觉得为什么我会长这个样子呢 你在我小的时候我多么希望听到这样的事情 我多么希望听到我的同学车祸啊 我的亲戚车祸啊 然后可能脸失去一大块的肉 需要人家捐肉给他 然后呢我绝对非常愿意免费捐给他 就是捐我臀部的肉给他 所以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是很丑的一个人 不只这样我的爸爸也是挺刻薄的 因为我很瘦嘛对不对 你看我笑你看我的下巴有点出来 你看对不对你看有一点下来 有点出来 所以呢 当你瘦的时候你的下巴更明显的 你知道我爸爸怎样讲吗 我爸爸讲啊我们家里根本不必买锄头的 因为你的下巴很出来 如果呢我爸爸要挖泥土的时候用你的下巴就可以了 这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讲的 所以我小时候我有一个愿望 就是当我毕业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 因为呢当我赚到很多的钱我一定要去日本俱下巴 真的我没有骗你的 所以呢你看就是因为人的话 影响了我的自我形象 你知道当我慢慢长大了 当我来到这个教会了 你知道有一段的时间 有一个明星很出名突然间 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你知道每一个都讲我啊我长得很像他 你知道我挺受伤的那个时候 你知道他们讲说我长得很像巴丑康你知道吗 我就听到 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丑的人总是套在我的身上呢 你知道我真的很被人的这些的话影响 你知道他讲我我也不觉得这样我就又怎样呢 你知道去年我去到一个教会讲道 我希望那个牧师没有听我们的online 你知道我去到他讲道我根本不认识他 他也没有看过我 我就在他的教会就讲道 然后讲道讲完了 后来那个牧师就message我 send了几张照片 我看了有一点点觉得 我觉得很滑稽 因为他说 当我第一次看到你啊 我觉得啊 当他照片send来的时候 我还没有download是看得萌萌的 我还不知道他send什么照片给我 我心里就想 因为他下面加了一句话 我觉得你跟他很像 but there is a message down there send that I feel that the pastor is saying I feel that you look like someone 我我我心里想说 一定又是讲Po Chu Kang so in my heart I was thinking he must be thinking about Po Chu Kang 后来呢当我download 当我download了 so after I downloaded the images 后来发觉到不是耶 and I find that it's not 后来他跟我讲说 我跟那个水果奶奶长得很像 水果奶奶 I don't know who it is and he said I look like a character fruit grandmother fruit grandmother fruit grandmother 还不错啊 奶奶 奶奶泡泡汉 奶奶泡泡汉 所以你知道 可是我感谢神的一件事情 我还能够笑得很开心耶 I am still able to laugh 虽然我心里觉得 这个牧师挺没礼貌的 是你的讲员 什么话不好讲 在讲我像水果奶奶 真是的 but I felt that this pastor is being a bit in polite because I am your special speaker in your church and you say I look like水果奶奶 但是我觉得他是想跟我开个玩笑 跟我交个朋友 我们知道今天还是很好的朋友 but I guess he must be joking 所以呢 但是呢我的重点是 你的话语有能力的 so your words are powerful 当然当你听了人的话 maybe after you listen to other's comments 你的反应是怎样的 也是很重要的 and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how you respond to it 就像我以前我听了 我会觉得我很受伤 like for example previously when I listen to all these comments I will feel hurt 可是呢现在我听了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还能够笑到 跟他们一起笑 我说啊是哦 真的是很像耶 but now after listening to all the comments and all those words I am okay with it and I can laugh it off 因为你怎样处理你听过的话 也是很重要的 because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like how you respond to it 所以呢这个耶税别讲了一句话之后 第一点 这个以利亚就忘了之前所有的神迹 so after Jezebel mentioned that statement and Elijah forgot the miracles that God had previously performed 这个以利亚他感觉到沮丧 他感觉到害怕 就是因为这个耶税别跟他讲的话 he felt depressed he felt dejected and afraid because of the statement made by Jezebel 而且呢这个以利亚的他就紧紧抓住 这个耶税别的话 and Elijah held on tightly to the words mentioned to the statement made by Jezebel 所以我发觉到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别人的话 so I find that if you continue to hold on tightly to what others said 上帝在你生命之间所成就的 你看过的神迹奇事 你都会像以利亚一样 你会忘记的 you will overlook you will forget all the great things that God had done in your life 以利亚那时候他整个头脑就是想到 这个耶税别要杀死我 耶税别要杀死我 他都忘记神是有能力的神 because Elijah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Jezebel wanting to kill him and he had forgotten totally what God had just performed 所以你怎样听也是很重要的 so how you listen is also very important 讲的人要小心讲话 the one who speaks must be careful 可是听的人也要懂得处理 也要懂得过滤你听的东西 but the one who is listening must also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and respond to it and also filter it 今天有很多人就是紧紧抓着某个人跟他讲过的话 影响他的下半生 and a lot of people nowadays you are still holding tightly to the comments and words that people say and influence your whole life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人不小心 不是故意的讲了一些的话 maybe sometimes people are saying something unintentionally 你就可以忘记之前这个人对你的一切的恩惠 你就变成你很恨那个人 and you can totally forget the grace and the mercy that that person has shown to you 或者是你就开始感觉到惧怕 你已经忘记你的神是有能力的 you become so afraid and so frightened that you forgot that your God is mighty Eliah就是这样 18章才看到神为他行大事 可是因为抓住耶税别的一句话 他忘记了 This is the case for Elijah Just because of the statement made by Jezebel He had forgotten totally all the things that God had done for him in chapter 18 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的灵命软弱 So today if you feel that your spiritual life is sweet 你觉得你不想再侍奉神 And you feel like not wanting to serve God anymore And you feel like not wanting to serve God anymore 是不是因为别人的话 Is it because of something that others have said 或者是因为你抓紧什么东西 你倒置你有今天 早上我跟这些弟兄姐妹分享 我以为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过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我都以为我已经忘记了 当我在准备这个奖餐的时候 突然间这件事情隐隐约约出现在我的头脑里面 当我还在我的家乡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们在同样的一个教会 我们感情很好 很多年都很好 我们彼此的家人也很熟 那后来呢我们这一队的朋友呢 后来呢有几年啊 我们感情真的是分裂了 其实这个朋友一向来他都对我非常的好 我也对他很好 我记得再有一次 我们不知道在开玩笑在讲什么东西 我不大记得他的内容 可是在开玩笑开玩笑的当中 我这个好朋友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就跟我讲说 哎呀伟洪你去死啦 你知道他只是开玩笑 你知道我们开玩笑 哎呀伟洪你去死啦 对不对 其实这句话不可以随便乱讲 对不对啊 这个是一句带有咒诅的话 你知道吗 我知道很多人很多那种习惯 哎呀爱戏咯 什么都是戏咯 所以不要随便乱乱讲这种话 这是我们很多华人的一个坏习惯来的 当然我朋友讲这句话也不对 再加上又是在教会里面 我一直开玩笑开玩笑 他就啊 哎呀你去死啦你 可是这句话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面 我心里想说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怎么可以这样咒诅我咧 其实他是开玩笑的 他不是希望我去死 可是呢也是一句不好的话 而我的反应我就紧紧抓住这句话 我恨他很多年 那当然过后他们长大了也没有什么了 但是呢我的重点是什么 当你紧紧抓住一句话的时候 你会忘记其他的东西 你会忘记其他东西 因为你整个头脑里面就是那么一句话 因为那句话就会充满你的心 所以以利亚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我看到有一些人为什么会离开教会 有的时候是因为主长看到他有一些东西做错了 责备了他几句 所以那主长之前都对他非常的好 但是呢有一些东西需要纠正 所以就责备了他几句 所以被责备的人就紧紧抓住主长责备的话 就这样生气离开教会了 这种人很多 所以你今天你怎样听一句话 然后接下来呢 以利亚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也失去了全活的这个意志 这时候的以利亚非常的沮丧 你不要忘记耶稣也是有能力的人 这时候的以利亚他只是想要逃避 他非常的灰心 他非常的害怕 所以你知道他失去纯活的意志 他也不想再活了 他非常的绝望 因为他觉得 为什么我为神做了这么多事情 可是我的下场是这样的 而且的这以利亚呢就被负面的情绪缠绕 我刚才所说过的就是 以利亚呢就觉得他都一直为神大发热心 可是呢 为什么落到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的地步 所以第三点呢就是他被负面的情绪所缠绕所影响 所以当你一直抓住人的话 或者是当你一直抓住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消极 你就会越来越沮丧 所以我们只要处理我们自己是非常的重要 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情绪 我们可以有情绪 可是呢我们怎样处理那个很重要的 以利亚这方面她就处理的不好 而且她说她孤单一个人 其实当她在逃跑的时候 其实她仆人跟着她 可是呢刚才我们读到 她把这个仆人呢留在别世巴 她自己一个人在旷野走了一天 而且呢我们刚才看到 天使都向她出现了两次 而且呢上帝也跟她说话 可是呢她还是紧紧的抓住她那负面的情绪 可是呢她还是紧紧的抓住她那负面的情绪 所以呢我们怎样处理我们所听的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情绪太重要了 所以是很重要 你的感觉如何处理 你的感觉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想要自杀 一个有正面思想的人 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情绪是不会去自杀的 就是因为她一直抓住负面的情绪 以至于她到了最后她不想再活下去 所以呢不要让人的话影响你 人还是有问题的 不要让你负面的情绪影响你 在好多年前 在我们还没有搬来这教会之前 有一件事情我蛮内疚的 偶尔我还会想到我不是在定罪 我一直在想 哎呀如果那时候我没有这样多么好 我在教会领经拜领了好多年 当我在家乡的时候 我在主日的成人聚会领经拜了 我个人认为啦 这只是我自己觉得啦 可能你不认为这样没有关系 可是呢我是很有信心的人 我觉得我领经拜是不错啦 可能疏头你一点啦 可是至少我长得比较帅 我感觉我在领经拜是不错啦 不不不不不不 我感觉我不太坏了 不太坏了 好和不坏是不同的 那我就觉得我一向来我领经拜不错啦 不累啦 可是呢有一次我领的经拜真的是糟透了 因为当我要去教会的途中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 我们禁拜团星期六下午两点有排练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2pm 下午三天 这是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规定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在旧教会 然后呢我差不多要到教会 我准备要排练 要两点了 我突然间接到一通的电话 有一个人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 伟宏你知道吗 教会某某一个人 那那个人也是我非常尊敬 非常爱的一个人 而且呢这个打电话给我的人 也不知道干嘛要打这个电话给我 他就说伟宏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吗 某某人啊 他在我面前讲啊 你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 总一讲到我没有一点好就对了 这个打电话说 这些人说了一些事情 我听了我很受伤的时候 我的情绪啊 真的是被影响到不能再影响 我的头脑一直想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我 而且讲的东西是不对的 是错误的 不是真的 可是呢我的头脑就开始很负面了 我就开始情绪波动得很大 我记得那天像我没有心情排练 我这个头脑一直在想到那个人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要在别人面前讲我的坏话 然后到了第二天 就是主日 我还没有被释放 当我在领敬拜 我又在台上看到那个人 而且那时候架位很小 要看一个人太容易了 只要你有点胖 我就肯定看得到你 所以我一领敬拜 我就看到那个人 我整个头脑又开始想到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你要乱乱讲我 结果我那两堂的主日 我觉得是我领敬拜领这么多年 最没有恩高 是最糟糕的一次 领的乱七八糟 唱也唱错 对 唱也唱错 拍子也进错 而且的锯也唱错 哇 大家都觉得我今天到底干嘛 因为我被负面的情绪影响 所以你看这个伊利亚他要求死 不只是因为耶稀别的话 而且他也一直在抓住那句话 他也一直负面 以道治到了最后 他真的不想要再活下去 所以你今天你的情绪不好 你不想侍奉上帝 是不是因为人的话 是不是因为你一直抓着那个负面的思想 你不要放 但是呢 感谢神后来呢 这个伊利亚呢 他又再站起来 我们来看第二点 后来呢 伊利亚他到了最后 他还是重新得力 我觉得神真的对他特别的好 第一点 上帝给他很实际的照顾 也给他很实际的供应 当伊利亚他的心情低落的时候 你知道他的反应跟我们的反应是一样的 当我们的情绪低落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做的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只是想要睡觉 想要休息 我什么都不想要去做的 上帝也知道的 上帝也知道 伊利亚最需要什么 当伊利亚圣经说 伊利亚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 伊利亚肯定在那个时候 他肯定是又累又饥渴的 而且上帝先很实际的供应食物跟水给这个伊利亚 而且呢 上帝也让这个伊利亚休息一下 而且呢 天使不是出现一次罢了 天使出现了两次 因为第一次当天使出现的时候 伊利亚就吃了 喝了 他还是沮丧 他还是睡 然后呢 天使又第二次的出现 所以呢 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子对他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突然间跳出来骂伊利亚 你不是为我成就大事 你不是知道我是神 为什么这样软弱没有信心 上帝没有这样对他 所以 为什么上帝没有恢复伊利亚 说他弱了 他只是批判他 或者批判他 而且呢 上帝让他第一次吃了 喝了 上帝继续让他再休息 所以呢 上帝是要用爱来感动这个伊利亚 上帝不是用律法来让这个伊利亚重新站起来 上帝要让这些爱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爱的表现 上帝是要让爱来感动他 用神的爱 让他再一次的恢复信心 所以呢 当伊利亚落到这个光景的时候 你看上帝还是一样的照顾他 供应给他 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当有的时候我们冷淡的时候 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灰心的时候 也包括我那几次我感觉到很失望的时候 神还是照顾我们的 上帝没有因为你冷淡了一下 你沮丧了一下 上帝就随时出来骂你的 没有的 所以你看上帝对我们是特别的好 很多人都有这种的感觉 这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错觉 我也听到有好多人告诉我这个感觉 我以前也常常有这个感觉 这是什么感觉 就是有的时候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比较软弱的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较灰心了 感觉到我们好像比较累了 我们总是有一种感觉觉得神也不要我们了 这个是不是很多基督徒的感觉 我们就觉得神可能要来审判我们了 我们就觉得神 举时要兴起别人来代替我们了 你知道当以利亚落到这个光景的时候 上帝没有责备她 上帝还一样的照顾她来帮助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在冷淡的时候 当你灰心的时候 神的爱对你还是一样的 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对你 因为神对你还有信心 祂相信你还会再站起来 上帝没有定一个罪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觉得你有定罪的 你觉得可能上帝今天已经不要我了 可能我做错了什么 可能我已经没有那么火热了 上帝对你的爱没有改变 你看上帝一样的照顾以利亚 上帝没有那么轻易丢掉一个人 所以第二点就没有看到什么呢 神彰显他的能力 当以利亚第二次起来吃了喝了 他就去了河列山 其实去河列山的这个路程呢 不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没有叫他去那边 是以利亚自己选择去那边 所以当他去了那边的时候 他就找到了一个山洞 所以他就在洞里面 他就躲在洞里面 他还是一样的很沮丧 他还是觉得他不想侍奉的 你知道了上帝还是想办法 要让他再站起来 所以第二次上帝就开始彰显他的能力 你看圣经刚才已经有形容过 当上帝经过的时候 就有裂风 就有大风吹起 而且的圣经形容说 有崩山碎石 而且有地震 有火有风 哇外面真的是不得了 而且呢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呢 第一次不是挺温柔的吗 派天使来给他水喝 给他东西吃 第一次还蛮温柔的 可是第二次 为什么上帝突然间 彰显他的能力 因为上帝要让以利亚再想起 他的神是有能力的神 上帝要让他再把他的眼睛转向神 放下你的沮丧 放下你的崩溃 放下你的情绪 放下你的负面 看神有多么的有能力 所以当你沮丧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没有力量的时候 你不要去看任何一个人 你不要看你的环境 你不要一直去想你的遭遇 这些东西只会让你越来越消沉 你要开始想起神曾经在你生命所做的东西 神以前能够做今天一样能够做的 看圣经神怎样是被神怎样形容他自己 当你的眼睛看神的作为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会起来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上帝也自己跟以利亚讲话 所以怎样要让你再次重新得力 你需要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 你需要神跟你讲话 你需要神跟你讲话 你需要你直接向你 你需要有神的话 充满你因为神的话就是信心 你需要有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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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的话是信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 当你沮丧的时候 你先不要想到有谁能够帮助你 你需要神跟你说话 我记得在2012年 那时候我觉得是我的生命 我觉得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2012年不过只是五年前 不是太久 那一段的时间我觉得我的生命非常的黑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也不是人家跟我说过什么 也不是人家对我做过什么 没有 我莫名其妙地进入好像忧郁症的状况里面 你知道在那一段的时间 差不多有整半年的时间 我常常我半夜会突然间自己起来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我睡觉啊 就算你天塌下来我都不会醒的 所以那些人都知道我可以睡得很久 我可以睡得很长时间 我可以睡得很长时间 真的你问我的太太 她讲说我每次睡得像猪一样 怎样叫都不会醒的 我是很能够睡的 我妻子一直在说我睡得很长时间 所以你知道在那一段的时间 我常常我半夜会自己起来 对就在半夜我就坐在床边 我就一直不能够睡觉 我一直觉得我整个人很沮丧 我一直觉得我整个人没有力气 我觉得我很想我不要再侍奉上帝 而且那每当天亮的时候 当我想到一整天还有24个小时 我觉得那个24小时很久 我是很忙的人 我常常都希望一天有48个小时 可是那一天 可是在那一段的时间 24小时对我来说是很多余的 我常常莫名其妙的 我有很多很负面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 那一段的时间 我的年轻人就觉得我很坏 不是我坏 不是说我骂他们 莫名其妙 不是不是不是 我常常在Facebook post他们以前旧旧的很丑的照片 他们就觉得这团体干嘛 把我以前的照片拿来post 我们最讨厌看的就是以前的照片 很丑耶 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 在那一段的时间 我已经准备要离开上帝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想再侍奉神 我觉得我整个人很忧郁很沮丧 我为什么一直post他们的照片 因为我在整理少团的照片 然后我在选那些照片 我只是想要有一份少团的照片 好让我走的时候 我带走这一批的照片 以后我会记得他们每一个人 而且那时候也靠近营会 你知道吗 当我去营会之前 我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 因为我已经这种的情形已经半年了 没有人知道 我太太也不知道 我不要跟任何一个人讲 你知道在营会要开始的那一天 我已经准备好那一套的照片 然后呢我跟上帝讲一句话 我说上帝今年是我最后一次在营会了 我已经走不下去了 我已经没有那个力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想要离开 我跟上帝说 我说这一届之后 我不会再办营会了 因为我可能已经会离开了 我只是跟上帝讲一句话 我说神如果你还要用我 在这四天的营会里面 请你跟我说话 如果你有跟我讲话 我就会留下来 我就会一辈子的侍奉 我不会选择再离开 因为那时候不是有人这样伤害我 没有完全没有 我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要以为说 教会虐待我 没有事情发生 我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那半年我一直很犹豫 你知道上帝真的很怜悯我 讲员我们从外国请了一个讲员来 他也跟我不是很熟 在营会的当中 有一天 他突然间就指着我跟我的太太 他叫我们两个出来 我在营会里面跟平常人一样的 大家都看不出我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没有人知道我有问题 突然间在聚会的时候 这个讲员就突然间叫我们出来 然后他就叫我们站在他的面前 他说他要为我们祷告 你知道这个讲员指着我跟我说 上帝要你继续带年轻人不要离开 你知道我听了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他不知道我发生的事情 他不知道我跟上帝做这个祷告 所以当他跟我这样子讲的时候 因为上帝的话临到我 因为上帝的话临到我 你知道之前的负面的情绪 负之前的在半年的沮丧 随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因为上帝跟我讲的那一句话 透过这个牧师我突然间站起来到今天 这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不需要编一个很可怜的故事骗你 所以我就知道当你沮丧的时候 当你灰心走不下去 你需要上帝跟你讲话 上帝的话能够给你信心的 如果上帝没有接着任何一个人跟你讲话 上帝已经把整本的话给你 谁说上帝没有跟你讲话 所以上帝跟以利亚讲话 上帝展显他的能力告诉利亚 我还是一样有能力的神 你的眼睛要看着我 不要一直抓住耶稣别的那句话 我之前一样的照顾你 我一样的爱你 我没有离开你 所以以利亚 后来他真的重新得利 我们来看第三点 而且神再一次的肯定 以利亚的身份 上帝依然让以利亚去高那些国王 当这个以利亚沮丧 当他亏心的时候 上帝没有开除他 上帝依然让他做他先知应该做的工作 很多基督徒觉得说 哦我现在比较冷淡了 我比较退后了 是不是我重新站起来 我要再从最低层做起 很多基督徒觉得说 很多基督徒会有这样的观点 如果我肯定会有这样的观点 如果我肯定会再次从最低层做起 你这圣经告诉我们 当以利亚跟上帝 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上帝依然让他做先知的工作 所以上帝没有那么轻易地开除一个人 我今天发现到有好多不要侍奉上帝的人 不是上帝没有给他机会 是因为那个人他自己不要一直拒绝 后来我们也看到 以利亚听了上帝的话 他就站起来了 他就回去了 他就去恩高这些王 他也按着神的话找到了以利沙 重点是这个以利亚他听了神的话 他愿意接受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沮丧的光景里面 如果上帝跟我们讲了很多 我们还是不想听 我们一直拒绝也没有用的 我们也要有信心 踏出你的信心的一步 容许我讲这句话 上帝不是一个小气的神 上帝不会因着你一时的软弱 上帝就不要你了 不会的 上帝他要用你 他就是要用你 除了你自己不要 除了你自己不要 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我已经很清楚的把神的话给分享出来 以利亚他落到非常沮丧的光景里面 因为人的话影响他 而且他一直抓住人的话 他一直抓住他那负面的情绪 可是我们也看到 后来他怎样站起来 因为上帝没有放弃他 上帝其实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们 如果你觉得上帝已经不要你的 那个是魔鬼的谎言 而且呢 他怎样站立起来 他看到上帝 他听了上帝的话 而且他也愿意听神的话 他依然做先知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现在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你在走上帝的路的时候 当你在侍奉的时候 当你在侍奉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心中开始疲惫 你是不是开始觉得你越走越会心 或者是你已经像以利亚一样 你已经是坐在罗腾树下的那个人 今天上帝再次鼓励你 上帝没有丢弃你 所以你也不要放弃你自己 上帝对你的爱没有坚守 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 我怎么知道 因为圣经这样说 重点是我们的眼睛 现在你在看什么 你还在看着你的处境吗 你还在抓着你负面的情绪吗 你还一直觉得你走不下去吗 上帝说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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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你的焦点放在对的地方 让他跟你说话 读神的话 越沮丧就要读越多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就是信心 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活热的侍奉 而且能认真地走在他的路上 所以如果我今天所讲的 这个状况跟你很类似的话 所以如果我今天所讲的 这个状况跟你很类似的话 赶快在上帝的面前 拜托再来到神的面前 Amen 有许多事情 我反接受恨离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 为什么人生会有悲剧 有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我深藏在我的心底 很坚持地告诉自己说 如果我发生任何的事情 神不会置之不离 上帝了解我 上帝在乎我 上帝在乎我 我一生所面对的 可是各样困惑 却不丢弃我 却不会让我 却不会让我 如此一人去承受 你上帝了解我 我 有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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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我 尽力放入上方 尽力放入上方 尽力放在乎门 那地 上帝了解我 让我 在乎我 上帝了解我 上帝在乎我 我一生所面对的 各式各样困惑 却不丢弃我 却不会让我 独自一人去承受 因上帝了解我 这一所上帝在乎我的了解我 上帝了解我 上帝在乎我 我一生所面对的 各式各样困惑 却不丢弃我 却不会让我 独自一人去承受 因上帝了解我 站在着一个继续发现的眼光 上帝了解我 上帝在乎我 我一生所面对的 各式各样困惑 却不丢弃我 却不会让我 独自一人去承受 因上帝了解我 却不丢弃我 却不会让我 独自一人去承受 因上帝了解我 把你的手 按在你的心上 跟着我起来 谢谢耶稣今天晚上 再次的跟我说话 有许多的事情我不明白 我所发生的事情 我所遭遇的 你是最了解我的事 不管我现在 我的信心怎样 我的灵命怎样 你还是最了解我的 你绝对不会那么容易丢掉我 而且我也知道 你会想尽办法 再一次地把我拉回来 今天晚上 我看到 以利亚的光景 他的情绪跟我的一样 他的反应跟我一样 可是到了最后 是你帮助他站起来 你没有丢掉他 甚至你都没有 很严厉地责备他 你都没有很严厉地 去管教他 你一直用你的爱 你一直用你的肯定 来鼓励他 去向他 结束今天晚上 叫我再次把我的焦点 放在你的身上 当我感觉到沮丧的时候 当我觉得我已经走不下去了 叫我懂得定睛仰望你 叫我懂得来听你的话 读你的话 因为你的话就是信心 让我做一个聪明人 不要紧紧抓住那一句话 不要紧紧抓住我负面的情绪 让我懂得跑到你的面前 在你的里面 我一定重新得力 在你的里面 有足够的爱 求你帮助我 求你取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我这样祷告 大家都说 阿们 把一些荣耀的归给我们的神 感谢神 哈利路亚 好 到了最后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没有一些您 还不是基督徒的 那今天晚上你来到这里呢 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很乐意的来带你做一个绝世的祷告 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朋友 可能你已经来了几次 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 我要特别的来带你做绝世的祷告 有这样的朋友吗 有吗 如果你有带朋友的话 他们愿意上来的话 他们愿意做这个祷告 你可以帮他举个手 我们可以带他做这个很重要的祷告 有吗 有这样的朋友吗 愿意的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有没有 我在等你 有吗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你赶快举个手 我们要带你做这个绝世的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吗 还是来到我们当中的全部 你都已经是信主了呢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要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好 我们就跪在善良的面前 我们用主导文来做今天晚上的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意识 经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上帝大大的赐福大家 我们平安散会 好 如果有一些你需要祷告的 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区长 我们很愿意的在祷告中来服事你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我们就可以平平安的散会 愿上帝大大的与你同在 大大的赐福你 阿们 如果您有任何特别的需要 您可以进行 我们会来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